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二十亿度母战》 上一节课讲了一堂 好像今天接着讲 二十亿度母是每一个颂词赞颂一尊度母 这二十亿度母本体上是一个附魔的化现 本体是一个附魔形象上不同的附魔 所以我们在学习或者课判上 好像赞叹一个附魔一样的 用不同层面来赞叹 实际上在众生面前显现不同的形象 每个度母的受影都不相同的 颜色也是不太相同 大多数基本上白色 绿色 红色 黄色 蓝色 黑色的也有一些 一般来讲佛经当中也有度母的经 我前两天翻了《藏文的大藏经》 《藏文的大藏经》里面有大量度母的修法 习证怀咒的事业的一些修法 然后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佛藏品里面 也有特别多度母的修法 因此我想在座的各位以后很有必要 在《汉传佛教的大藏经》里面 尤其是在唐弥当中 也有许多关于度母方面的一些经典 也可以叫虚部吧 外虚方面 前两天我们讲了吧 有个别的论师认为度母是十虚部 有些论师认为是无上虚部 那这样在唐弥当中这两者都可以用 所以修度母法不要认为 正经是一个藏传佛教的 其实汉传佛教在唐代的时候 应该度母法也是在汉地有一定的弘扬 有一定的弘扬 今天我们讲 前两天讲激进圣 以激进圣的方式来顶礼 大概分了六个课判 其中是第三个吧 应该第三个是以诸佛菩萨一致而赞叹 以诸佛菩萨一致而赞叹 意思就是说度母不仅是我们人和天人 以及其他六道众生也值得一致的 还有世间当中已经获得成就的诸佛菩萨 也是在显现上互相一致 互相赞叹 互相恭敬 也有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颂词是这样的 顶礼如来顶极母 奉持无边尊胜心 获得五岳波罗密 一切佛子经义者 这个度母叫做顶极父母 顶极度母 或者叫尊胜度母 这个尊胜度母也好 顶极度母为什么这么讲呢 一切如来就像是把这尊度母 看着自己的 视为自己的顶世一样 视为自己的顶极一样 积起恭敬 这样的父母称之为顶极度母 诸佛都是讲自己的如来 当然是最高的位置 佛陀一切如来也是把他当作 像顶极一样恭敬 这个度母实际上是 讽持无边的尊胜心 尊胜实际上就胜过一切的离缘 障碍 一切外面的一些缘地 魔菌 以及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障碍 它无不轮回和涅槃 或者说世间和出世间的所有的障碍 所有的这些外缘 离缘无不战胜的 全部通过战胜 因此行持这样特别殊胜的行为 而且他获得了从布施波罗米 持戒波罗米 一直到智慧波罗米之间 有十波罗米吧 按照《诗地经》当中所讲的一样 十波罗米全部无余圆满得到 这说明 度母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如来的果位 不是一般的天女 也不是一般的菩萨女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 六波罗米已经全部得到智慧的话 那应该获得了无学果位 大家应该清楚 那么六波罗米多从布施波罗米多到一致 最后的离波罗米多 方便波罗米多 愿波罗米多 最后无上佛陀的智慧波罗米多 那么已经获得一切的始终自在 可以说 一切诸佛菩萨以度母而生生的 所以说 一切佛子尽一致 所有的 从一地欢喜地开始 一直到十地之间的所有这些得地的菩萨 都会恭敬一致 赞叹 侍奉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在座的各位也好 或者说 其他任何的佛教徒 我想是度母应该大家恭敬顶礼 经常修出度母的法门 你没有必要分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南传佛教 其实我们佛教 哪里有真正功德的这些圣者也好 或者菩萨也好 佛陀也好 那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恭敬和顶礼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功德和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智慧 远远地超过我们这些凡夫人 我们凡夫人何必在下面互相争斗 宗派与宗派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或者说自己的部落与部落之间 人都是有一个小偶的执著 那这样的话始终是把它 不会看着一个非常值得恭敬的对境 你觉得所谓的度母 只是印度个别的论识会一致的对境 或者说这是藏地高僧大德 所讽持的一种行为 这个度母法门 我们很多学净土宗的 学禅宗的 学其他宗派没有必要去学 这就是一种骷髅寡闻的说法 实在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从一些历史也是可以看出来 这个度母实际上他身色是巨黄色的 因为顶级父母他是这样的 他手持一般每一个度母有手的话 就是身受受盈 身受受盈值得度天下非常苦难的这些众生 用手开始准备 解救他们 救度他们 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经常世间人们也是说 生愿受 生出之愿的受 也有这种说法吧 所以叫做生施受盈是度化众生的一种表示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受盈 他走手的话有持者 长寿宝品 长寿宝品里面有无私的甘露 时时降下法语的甘霖 让众生相续当中的各种痛苦 贪心 还有尤其是一些贫穷 不顺等等 一一地遣除 尤其是六波罗蜜多的 未贫的这些 所有的障碍都可以遣除的 那么这样的巨黄的度母 跟以前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历史上 有很多度母不经色 身色也有绿度母 也有金黄度母 但像拉萨的一些大昭士 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出名的度母 身上全部服的是黄金 然后在汉地的话 实际上这个度母在唐代的时候 也有非常有加持的度母 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 刚开始国王宗赞甘露 宗赞甘露他当时派 有一个大臣叫做是嘎尔冬尊 嘎尔冬尊带着六公斤的黄金 所造的度母像 在藏地来讲是非常出名的 相当有加持的 很理念的 这样的度母尊呆着前往汉地 当时受度在长安 也就是现在的西安 当时唐太宗跟藏王之间交情 迎请闻承公主 后来并且要求能不能当时在皇宫里面 最珍贵的 最有加持的就是 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相 现在那萨的九五佛相 后来为了当时的特殊原因 要实现种种目标的话 当时唐代宗也答应了 当时世尊的相让温重公主可以带上去 但他带上去的时候 他当时心里面觉得全部带来的话 他国王心里也有点空觉得最好他的帝座 莲花座舍不得给 佛像已经带到藏地去了 藏地一直到目前为止供奉着 大家也知道每天朝败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后来当时藏王给的度母相 这个度母相当时在唐代的开元室 刚开始好像没有公宅开完室 当时皇帝有一次来到寺院里面 看世尊的相已经带着了 那个莲花座是空空的 他当时正在心里面想 我在这个地座上面放什么样的相 好呢 国王正在思念的时候 这个度母亲自说话 说皇上你不用担心 用其他的佛尊放在这上面 那么我可以替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 我可以坐在这个上面 后来皇帝也是特殊开许 让这个度母放在这上面 一直供奉着 到后来应该是公元1703年的时候 当时康熙皇帝也是迅离到西安 在来的时候他当时也是为了 当时藏地和还有一些大臣的目标 也是愿望 在那里专门修了一个叫光人世 应该1703年在那个时候修建了光人世 原来开源寺的这尊度母还有两尊 一个叫做聚光天母 全是母之座的 还有一个叫做目击天母 这三尊全部供奉在光人世 一直说到目前为止 还是唐代最珍贵的文物吧 也就是说汉地唯一的度母道场 它是供奉在大雄宝殿里面 我们知道一般汉传佛教大雄宝殿里面 主要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 但是这里从唐代各特殊的历史原因 就是度母这三尊供奉在光人世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也是藏传佛教的 历代的比如说班禅 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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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 弘扬包括五二年的时候 当时班禅大师和达赖 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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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北京的路上在那里也是 住了多长时间 不知道 好像以前的有些书里面说是在这里呆过 当时藏传佛教里面比较出名的 希勒讲座给西也是在那里呆过 当时也为汉地的四种弟子也是传授过佛法 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 这样一个度母道场 所以我在想汉传佛教当中也并不是没有度母 只不过没有像藏地一样特别的 每家每户或者各个寺院里面都特别多的度母像 应该是没有的 但实际上我们以后导游们如果去了一些山西西安 那个时候我想也应该值得去拜见 供养 我以前看到一些照片上面我亲自都是没有去过 但是看到的照片前面的供品不是特别多的 所以说有必要自己到那里去 我看到有很多供灯的灯器 有一些灯器 但是灯器里面有没有这个灯呢 不知道 应该会有吧 应该会有的 应该是以后有机缘的时候 像拉萨的九欧佛像那么多的人炒拜 可惜的 这个动物本来是跟它同水 可以说是当时同样地在皇宫里面出来的 但是在汉地可能也有种种的历史原因 还有整个人们信不信仰佛教的有些差别 也是有一定的差别 现在确实是汉地很多的那种 包括对佛教和儒教还有其他宗教的一些信仰 越来越退市这样的原因 导致现在很多大学生也好 知识分子也好 他们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许许多多的一些行为 也是可以展现出来了 包括我们现在的各个工厂里面 所造的一些食品也好 还有各种加码违品也好 然后每个人他自己对不敬仰父母的 这些各方面特别残忍的一些行为 各方面确实是人已经没有信仰 这个人类确实是最后带入一个特别疯狂 或者是群俗的群体当中去 特别可怕的 前一段时间我看南京的佛国舍利 包括西安和北京的一些佛亚舍利 这些舍利到外面去 比如说像泰国 或者澳门 香港 台湾 各个国家去的时候 那么各个国家和地区去的时候 去的时候就发现到他们那里多少人去供访啊 一天都是有多少万人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 确实是我们人的信仰非常重要 在唐代的时候的确是上知皇上下知一般悲心 所有全国上下的人对信仰佛教 而且信仰佛教的程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将近一百年 可能不是一百年 很多年了 在这个世界当中人心如此的变化 这也是当然我们觉得人们特别需要 尤其是我们经常对度母也好 对观音菩萨也好 对诸佛菩萨的恭敬心 诸佛菩萨的欢喜心 这也很重要的 当然你对他生气的欢喜心和信心 应该需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来源 否则我们一个盲目的信心 今天看到上师你好慈悲 你好庄严 我看到一个菩萨 那也很庄严 那不一定是真正的信心 耿顿琼佛说他有时候到外道的殿堂里面去 他就拼命地祈祷 拼命地闭着眼睛 过一会儿的时候他的眼泪也流出来了 所以这说明我们人有时候是这个信心 还是不一定是很正确的 只要你去推一个 我有时候想起来耿顿琼佛是很会弄的 他就非要在外道的僧者面前去合唱 拼命地祈祷 然后过一会儿他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然后眼泪流出来了 但所谓的外道我也不认为 外道什么感觉都没有 不是这样的 确实是我们其他宗教 还是有很多不共的加持 能量 还有一些特殊的感应 这一定是事实存在的 不然人类历史上这么多的宗教 这么多的教派也不一定全是假的 我们佛教徒也不能认为 我们只有佛教才是完全正确的 其他都是假的 这种态度是绝对不合理的 我们世界的任何一个宗教 它有一个他的行善 还有一些度化众生各方面的方便方法 所以在续部里面也是说 即使对神龙外道也不能真实地批评 或者排斥 诽谤他 这也是有密意和有原因的 因此我们希望大家应该对这些 具有殊胜加持的功德 父母 应该起欢喜心和倾信心 非常有必要 所以我在想 一切佛子和一切佛陀 都在向度母顶礼的话 我们没有理由 其他的一些佛教徒 你如果说我是学净土的 我不需要顶礼这个佛母 我不需要顶礼这个度母 那可能这是一种自己愚痴的行为 包括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 他们都是在显现上 在度母面前应该是恭敬顶礼的 因为这里说是一切佛子 一切佛子都这样的话 那么佛子都既然顶礼 我们凡夫人没有任何理由 我们不去学 我们不去理由 所以希望大家应该以清净心 经常在理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自己也是度度母的赞颂 从今年开始我也特别希望 在汉地应该不仅仅是字面上列界 应该是在各个道场 各个学会 包括寺院里面都要能读诵度母的赞颂 当然这个赞颂我们用赞文来读是比较快的 前年我们每天读的时候我们是最慢的 但是你们一直跟不上 因为再也没办法 按照藏传佛教的度母的这种真正念诵的话 尤其是你们可能没有去过格鲁派的寺院 格鲁派的一些寺院里面 我们这尊玛 爸爸那么难想找 那也可以你们我看下一节课的话 看男总和女总你们用汉文上念一遍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 你们教舞课看看 我观察一些缘起以后有没有什么好的印 因为以前汉调好像没有 度母特殊的一种音调来念诵 那么你们看造一个什么样的 编一个什么样的曲 但是因为度母本来是非常快速 加持非常快速的 不能特别地慢 如果特别慢的话 那加持就显不出来 所以不可能是慢腾腾的 因此我们祈祷的时候也是比较快的 看下一节课 我看明天后天 大后天是吧 或者是明天后天开始吧 后天是女总 然后大后天是男总 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 随便你们造一下 我观察一下缘起 今天是用藏文来念 下面刚才说 一切佛者尽一致 下面第四个是以调伏三劫 因为度母他是调伏三劫众生 调伏三劫之众而赞叹 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顶礼弘因赤叹目 身边玉色虚空皆 祈祖亚佛 祈世间 皆能够造今无余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顶礼的对境就是弘因赤叹目 弘因是发出弘的这种因 然后赤叹也有大热的这种因 还有也叫做叹叹目实际上是作命父母的一种因名 他是作命父母 这样的 比如说红子 它是代表大悲菩提心 叹叹的声音实际上是无缘的智慧 空性 那么智慧 双云的这样的声音实际上是能传变 传变什么呢 传变欲戒和舍戒 还有无舍戒指的是虚空戒 是无舍戒的意思 那么就是三戒当中 整个三戒 然后度母身体的姿势 他的双足压伏着整个七种世界 七种世界一般来讲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六道 三恶趣和三善趣六道 然后六道再加上中阴戒 总共是七个世界 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 还有欲戒的地狱 饿鬼 旁生三个 欲戒的人间和欲戒的天戒 再加上色戒和无色戒 其实这样也实际上是六道吧 但是七十戒有两种解释方法 这样也可以 欲戒的 总共有五个世界吧 地狱 饿鬼 旁生 然后再人和天戒 天戒指的是欲戒的天戒 然后再加上色戒和无色戒 总共七个世界的所有众生 通过度母的标识和他的智慧 他的悲心都已经压伏着 整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度母 不能镇压的 不能胜负的 而且所有这些世间当中的邪魔外道也好 所有这些世间的众生都能够造 都能可以降伏 都能可以摄受 都可以自在摄受 所以这尊度母一般是作命父母 身色是红色的 而且它是在莲花上面有弓箭 就是弓箭 我们经常在修作命父母法的时候 它也是《九本尊》 我心中生要叫《九本尊》 那个里面有宙明父母 宙明父母是法王如意宝的一些佛藏当中 有他的修法 有他的颤颂文 有他的仪轨 包括宙明父母一观想的时候 我们世间当中不能修持清净戒律的人 如果你心里面一观想宙明父母 那么贪心自然消除 变成清净戒律 还有能摄受世间当中有心和无心的很多众生 包括怀业自在 都是依靠这样的宙明父母 怀业自在 所以现在很多道友可能要想即生当中 要成就自在 怀业一定要弘法利生 实现真正弘法利生的目标 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祈祷这样的度母 实际上自己在短短的人生当中 也一定能战胜一些违缘 同时能摄受无量无边的有缘众生 我们也特别希望从今年开始 应该通过旧本尊的加持和威力 以前我们也做了很多大自在的精气 精气你们做的时候 希望你们以后最好不要挂在树上面 听说护法神那个山上有很多人挂在树上面 有些说法当中树上面不能挂 因为树有很多的树生 树里面有很多悬崖的土生 还有山有山生 有一些树也有树生 所以如果你精气挂在上面的话 那个树生不好活动了 有这样的约缩 所以我听说我们个别的道友 经常把这个精气拿到那边去 最好你们自己在别的地方 我看下面用一些电线 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放在好一点 我看到个别的道友把自在祈祷 就是我路过的那个地方 全是把自己的圆子用精气来围着 这是过失很大的 希望你们还是应该把它搬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去 不然也许是你为了当风还是什么的 这样是不太合理的 我们今年也是做了很多的 大自在祈祷文的红色精气挂在 包括我的家乡那边都是在山上挂了特别多的 我想我们从今年开始应该是通过九本尊 和通过怀业自在 应该要摄受许许多多的众生 不信佛教的这些人一定要让他们信仰佛教 信仰佛教的人不是光是一个信心 一定要从身心当中获得自在 现在我们佛教徒有些是身心很不自在的 一直好像得不到一种感受和感觉 很慌张 很迷茫 有这种情况 这也是其实我们身心没有得到自在 怀疑没有成就的一种原因 如果怀疑成就的话 那么我们是度化众生 跟自己的烦恼应该说是完全能可以战胜的 但有个别的人天天都是想着自己的烦恼 度众生从来没有想过 我现在怎么度过 我怎么会傲过 我又无出现一个违缘 又无出现一个违缘 其实每个人想着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你想得越多 违缘越多 你如果对自己的事情越不相 违缘越来越消失 因此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造的 魔障也是自己的分别念造的 因此我们通过祈祷度母也好 或者说是自己一种化业自在的方式 应该希望齐亲度母会获得加持 所以前辈高僧大德的传记里面经常看 度母确实是非常灵得本尊 我经常想 你看阿底峡尊者 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讲了没有 阿底峡尊者从传记当中好几处都是 全是度母对他进行收集的 比如说第一个他出家 本来是他马上要当王位 他是个太子 杀活给万终的太子 非常了不起的 不是 那个是寂天菩萨 那个是阿底峡尊者 他也是奔嘎拉 我们前代是巴基斯坦那边的 然后他准备当王位的时候 后来度母收集让他出家 然后他进行出家 他第一个是出家方面度母收集 他设起了王位出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次他在印度金刚座 不是 他修很多法 有时候是转绕 有时候是辩论等等 行持很多的善法 但后来度母的像 包括我们现在正觉他 印度金刚座的 你们超白过印度金刚座的人都会发现 都在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度母像 因为阿底峡尊者当时在这边转绕的时候 他先用美女 用鸟雀 这是我以前也是讲过很多次吧 这个宫还有乞丐 老夫人等等 有对话的方式对阿底峡尊者说 并且是在拯救他上面的石头的像 开始头往外看着 然后开始对他收集 说你真正想从因地到果地 要从菩萨道到佛地的话 一定要修持菩提心 反反复复地度母的化身 给他不断地劝请 最后才完全明白菩提心的重要性 然后前行万口到了金座上师那里 十二年 一直十二年 后来相续当中真正生起菩提心而会印度 过了以后第三次的时候 他就问度母去不去藏地 如果去藏地他当时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有没有利益众生的 第二个是因为当时在前后和后后世纪的 这个交界时候藏王反反复复地 引起阿底峡尊者好多次天天地派人来迎请他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答应 后来他就问度母 我如果去的话能不能满足藏王的愿 第一个是能不能利益藏地为主的众生 第二个是能不能满足藏王的愿 第三个看我的寿命怎么样 然后度母一个一个地跟他收集说是 你去了利益众生说话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对众生是有利的第二个问题 藏王一定会非常欢喜的 而且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弘扬大乘佛法 把后弘时期真正成为佛国有这样的目的 这个也是能实现的 但是唯一的最后一个 你的寿命本来可以获92岁 然后你如果藏地弘扬佛法的话 会减少72岁 二十年 之后阿底峡尊者按照度母的授记 因为舍弃自己长寿来到藏地 来到藏地的时候当时主母也授记说是是 你到了藏地以后有特别了不起的一个弟子 叫中东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摄索 包括东东巴来的前一天的晚上 度母也给阿底峡尊者授记说是 明天有一个居士身份的中东巴来拜见你 你要摄索第二天阿底峡尊者一直等等等 等了下午的时候没有来 他心里面说是不是度母开始骗我了 这次怎么还没有来 一直这样 后来刚好有一个人请阿底峡尊者去应供 然后应供的时候他还心里面惦记着 说我可能来一个弟子我只吃一瓣 一瓣留给他但后来好像没有来 最后他很失望地回来了回来的路上 中东巴也是到处在打听阿底峡尊者 因为他们是生生世世的有缘者 互相听到名字的时候都是生起无比的欢喜情 恭敬心 然后中东巴到处都打听打听 结果在路上碰到了 度母的手机一般都是不会错的 也不会骗人的 还有阿底峡尊者不是在藏地 每天都是坐叉叉 坐叉叉也是度母有关系的 因为他在拉兰多斯当酒茶室 当官家 当官家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梅芝吧 在汉文里面叫刺士大士 刺士大士其实一个很了不起的菩萨 他为了供护法和供呼吸母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开始喝酒 结果阿底峡尊者发现了 官家发现了 然后马上在僧众当中宣布开除 宣布开除的时候 此时大士没有经过门直接从墙壁上传行而离开了 离开以后阿底峡尊者特别后悔问度母 看怎么办 我就开除一个大菩萨 这次当官家很不成功 开除一个大菩萨怎么办 然后度母跟他说第一个你去到藏地去 因为藏地是当时朗达玛灭伏 火叫特别的水败 所以你在这样遍地的地方重新燃上佛法的名灯 有非常大的功德这是对你忏悔的一个机会 还有你每天都是要做一个小佛塔 叉叉 这个叉叉每天都是七七四十九尊 所以阿底峡尊者的有生质量当中 到了藏地的时候我们前行里面有 他每天都是用图做四十多个叉叉 别的弟子问他阿底峡尊者我们来做吗 他就说我是为了自己忏悔 为了自己积累资粮 那么我的饭是不是你们吃了 要吃啊 所以不肯别人代替 这也是跟一个是阿底峡尊者当官家 当时得罪菩萨有原因的 还有他为了忏悔这一点 美知八十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们官家开除人的时候要看清楚 他是不是菩萨 如果菩萨要特殊开许喝酒也好 他做什么都可以 但非菩萨直接按照僧众的要求跟积累来执行 所以我刚才不知道讲到什么 意思就是说学度母整个三界当中 他是完全圣佛的 我们以前《寄天菩萨》的传记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吧 当时寄天菩萨是第二天要上国王的位置 然后晚上的时候 按照印度佛教师的观点也是这样讲的 到晚上的时候他就蒙到了 这个 怎么说的 好像给他 度母用吻水来开始给他沐浴 沐浴的时候他说这个水好烫 很难受 度母告诉他说你现在这样的水不算特别烫 应该这个不算特别烫 但是你明天以后如果真的上了国王 上了国王你造的恶业 下一辈子堕地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水比海塘 最好你不要当国王 应该你到北方的班嘎达城市 我忘了那个城市去一直文殊菩萨的话 你会有成就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他不愿意接受王子的灌顶 不愿意王子的王权灌顶 然后舍弃妄为到那里去医治善知识 好像有一个文殊菩萨给他收集说 你跟我不能坐在一个法座上 好像有两种不同的历史吧 但是大多数按照印度佛教诗里面所讲的一样 度母对寂天菩萨收集说到那里去舍弃妄为 所以世间的这些大德们都对度母有很大的因缘和缘起 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道理 那么下面是第五个吧 第五个是以世间主尊恭敬供养而赞叹 讲这个颂词 顶礼敌凡供养母 活生丰盛自在供 归王七世及寻相 夜叉众会皆赞叹 这个度母叫大卫的度母 也叫做诸世间供奉母 这个度母身色是红色的 他手里吃着金刚锯在火焰当中 本身是寂静度母 但是外面为了摧毁世间的各种一些邪知邪见 所以在火光当中 意思就是说 顶礼什么呢 顶礼世间当中的地狮田 梵田 还有火生 丰盛和自在世 这都是水生 水生等供养的 还有鬼王 七世以及寻相和夜叉 落叉都在顶礼 是这样的 赞叹和顶礼 这里一般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密宗的教典里面说 我们这个世界有十大世间尊主 开始控制者 教育者 其中最主要的 比如说地狮田 它是东方的地狮田 然后梵田是上方的 它是护持上方所有的时间的 然后火生应该是东南方的 风生的话 西北方 然后在西方就是自在生 自在生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水生 然后鬼王在东北方向 还有七世在西南方向 寻相我们居士里面说是中阴神也叫寻相 但是这里一般南方的世间尊主 北方的是夜叉等等 可能十方的 可能还有几个 其他的已经胜虑了 应该是十方的话 我们应该说四方四语 然后上下 总共有十方 其实在闻解脱当中 经常有十方世间尊主 意思就是说我们东南西北的 在世间当中 除了诸佛菩萨以外 这些包括天界当中也好 人间也好 所有的饿鬼也好 鬼王 这些都是在世间非常有迷茫的 应该说他自己 每一个圣尊有无数的眷属 他们都是看到了度母的所有功德 他的慈悲 他的智慧都恭敬供养的 他们生起极大的恐惧性和敬畏性 来经常赞叹他的各种各样的功德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一般出现任何的一种灾难 包括地水火风的 各种世间自然灾害的时候 通过度母马上能消失 这种公案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包括印度也好 在藏地也好 藏地一般来讲度母祈祷以后 世间的各种灾难 包括地水火风这样的现象非常多 好像我以前也是讲过吧 我们那个德格迎经院 德格迎经院也是一个特别奇妙的 德格迎经院大概是可能270多年以前造的 当时德格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国王 当地的一个国王他造的 造完了以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当中 他们当时要求因为里面所有的附近 所有的这些金属保护必须由男众来保护 女众不能进当时的印经院 有这种说法后来不久一段时间 就在印经院里面有一天晚上发出一个女众的声音 说是已经发生火灾了 大家救火 大声地 非常尖叫的声音 大家一看确实是当时印经院里面出现火焰 然后所有的人想一些办法已经扑灭了火 扑灭了火以后他们觉得奇怪 本身印经院可能有些去过 它外面围墙的院子特别高 所以一般里面如果没有开门的话 根本没办法进去 后来他们觉得火熄灭完了以后 他们觉得那里出现一个女人 在里面发现火的来源 正在这个时候 他墙壁的脚上有一个壁划的度母 现在还有 那天我们特意去看了的 这个度母先生说话 你们应该放置的是火 不应该放置的是女人 然后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不敢 现在男男女女都可以进去 而且这个先生度母特别灵 他们也是经常说的 所以去年我们开一个佛教的研讨会 到里面去参观 我就特意在里面倾了一个不是壁划 但是他们有特殊的一个度母像 他们自己当地做的纸 有一个妙花的 特别扫描那样的一种 然后我就特意倾了一个 然后我放在佛堂里面 方便的时候可以给你们看 这是壁划 其实壁划还有这样的 以前藏地也是浙宝士吧 浙宝士有一次僧人们在辩论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带有印度服装的 有一群美女在那看着他们的辩论 然后这些僧人们在一个个辩论的时候 那些女人也在中间开始吹毛吹刺地说 这个辩得不好 那个讲得不好 就开始一直在说说小小 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的时候 当时那些出家人一直看不惯 忍了很长时间 后来他们一直给他们调毛病 这个辩得口才不好 这个辩得说错了 如何如何 后来有一群僧人他们说 你们不能在这里待然后马上把他们红走了 红走的时候他们一群跑到墙壁那里 然后一下子就消失 消失以后 大家都特别害怕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在墙壁里面就慢慢出现一些 比较不是很明显的 他们后来算的时候 刚好有二十一尊 而且二十一尊的毒母完全是在这里 后来他们通过壁画超白的人 从远远的地方都可以看 据说以前文革期间还在 现在有没有不太清楚 拉萨那边的有些寺院当时破坏得也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 有些寺院不是很严重 有些确实是这些也许可能没有信仰的人 信心的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可能在他的邪见也好 或者理念当中有很多很多 觉得这是一种传说 这是一种神话故事 会有这样的 但真正有信仰的 真正懂得这些道理的人一点都是不会欺惑的 的确这些毒母也好 僧尊的这些加持 难以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是想象的 所以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能夫人 比如说我们做梦也好 白天的一些 自己很多都不说境界吧 但是你在分别念当中有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 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也会是有发生的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也应该谨慎地 应该用智慧来取舍 为什么我们现在历史上也好 或者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书上面 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而且我们很多的一些大成就职也好 修行人 在他的行为跟我们普通人表面上看来都是相同的 但是有些确实能力是不同的 这是什么原因 比如说我们看看很多修行人 表面上跟很多人一样的 但有些他可能内心当中供养的一些恭敬或者依止的 包括护法身 包括一些空性魔 那这样的话 他有一个人的力量 同时也有一些其他本尊和护法身的协助 莫方仁波切在《二规教言论》当中也讲了 人如果有了护法身和世间天尊的协助 那他的事业和他的能力就像是雄雄烈火一样 无法阻挡的 所以有些时候 表面上看了什么都不信仰的生邪见 那这是自己摧毁自己罢了 除此之外 他也害不了什么事情 原来文革期间的时候 以这些方式来诽谤 造业 最后自己也确实有时候 还是会发生很多不是特别好的事情 确实有时候因果抱怨还是很可怕的 原来我们家乡的有一个人 当时都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一些官司 一般藏的有些习惯 到一个特别有名的寺院里面去 自己发誓以后再不犯 然后我们家乡的那个人就到学院来 他发誓不犯 我也去作证 其他的一些法师也去作证 后来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就开始犯了 他犯了以后他自己的手指所谓特别不顺 后来都是判死刑 但这个后来患了没有 听说是可能很危险的 所以我在说如果明明自己在一些寺院 也好诸佛菩萨面前发誓 然后又故意违背的话 即生当中有时候也是有现实现报的 这是生意难当的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大家尽量都要坚定一种誓言 就是坚定一种誓言 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形式而已 其实人的信念和历史还是很重要的 我也是跟课题不一定很温和的 但是今天我发现的有一个事情 也给你们讲一下前年吧 我们欲受地震的时候 当时我去那边也去了 当时在地震当中发生有一个孤儿 他的父亲 母亲 包括他家里的 他的妹妹全部都已经死了 当时找到一个孤儿实在是没办法 后来我说是我带回来 我带到学校那边去 我让我的一个妹妹让她养着 我这里养了也不可能的 然后当时这个孩子 她说她有一个老的奶奶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 好像亲戚一样的 到她来的时候再三在那里去看了一下 她好像七十来岁的一个奶奶 然后我们觉得她什么可能亲戚都已经没有了 结果她母亲的弟弟吧 母亲的弟弟当时已经在闭关 闭关的时候他们那边闭关发愿三年三个月 当时她闭关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生地震 发生地震以后她在闭关的座席间也知道了 第二天知道她家里面只有一个老母亲 然后她的妹妹和妹妹的丈夫 还有一个孩子全部都已经被地震 已经离开了人间 那个孩子也是听说一个佛教徒带走了 但是她自己没有出关一直 因为她有三年三个月的没有出关 今年刚刚出关一个月了 今天到我这里来说她要寻找她妹妹的孩子去看一下 她那个孤儿我们养得怎么样 她要去看一下我说你还是可以 鉴定誓言 如果我的话比如说当时发生地震 我什么妹妹也死了 只有一个老母亲的话我可能马上出关了 马上出来了不到一天都是可能出来了 但是他们还是很有坚定的誓言 其实如果我们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定誓言 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就看得很淡的 只有把自己所发的誓言也好 所受的戒律觉得在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 可是世间人们把这些该重视的东西不重视 反而其他有些事情也更加重视 也有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一个是要我自己在想 我们不管闭关也好闭关修什么法 还是要有个坚定的誓言 麦法仁波切在相关的教言里面再三讲 要有个坚定的誓言 哪怕是发心的话 我们有些发心人员刚开始一两天 很积极地要发心 过一段时间稍微遇到一点点违缘和障碍的时候 不行 我要退了 马上就走了 其实这种行为根本成就不了什么 发心也是这样的 同样的学习佛法 利益重视 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前辈大大们说人要稳重 一定要有一种坚定的立场 这一点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弘扬度母法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对度母圣尊生起极大的信心 尤其是汉地我想女众信佛教的人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想度母特别地关照 我想看来度母还是有偏心的 所以道友们 女众更要祈祷 这样在自己 女神一般在世间当中 也是违缘比较重 业力比较深重 确实是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我们不是对女众有什么偏见的 但是这样特别祈祷的话 很多违缘也同样完全抢除的 作为男宗修行人也是对度母祈祷的 当然是有非常大的迅速的加持 所以希望大家应该珍惜这种机缘吧 好像时间到了吧 今天讲到这里 好吧 大家一起念度母啊 翻唱或使用 自己和走资 今天相信一次 不是没有完整法 自己和注意走こと 自己和 Corn Estados 锁厚 伊超 澹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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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